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基本上我们没有否认说有一个脑策划的情况 称为叫Hemispheric Specialization 大脑策划似乎对于左脑的语言材料是比较擅长 右脑是一个比较越擅长的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问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 如果今天你在唱一首中文歌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左脑跟右脑事实上都会同时处理歌词 或者是处理曲调的内容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语言听起来像是在念诗 或者是听起来像是一个有韵律的语言系统 它是不是就会违背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一个 很确认的证据是语言在左脑的处理比较有效果 如果今天这个语言的系统 比如说中文它有四个声调对于北京话来说有频赏去入 但如果你是广东人或是香港人 你知道他们的广东话有九个音调 我应该没说错吧 九个音调 所以这个音调的情况下就会跟melody 我们刚刚上一页所看到的那个音乐的特质非常类似 所以就事实上在学界认识科学界就有一些研究想要试图的去找到一些证据 那中文这种非常有韵律的语言系统 我们大脑还是用左脑来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这的确是一个从音乐的music perception所得到的一个假设 想要研究语言跟音乐的关系 因为音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知内容 所以事实上有些人就propose 就是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model 叫module model music cognition 所以你知道music事实上是一种认知 也就是如果你这个认知功能缺乏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有个叫emagia的病症 他们这两组人在2003年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所谓的模型 这个模型是要解释当今天声音的输入的时候 你要进行声音的分析 而这分析可能就会被区分成 在音乐这个类别有不同的变相 包含你要讨论pitchorganization 你要讨论temporal的organization 然后也有一个acoustic topological conversion 以及到跟声音有关的内容 所以他们画了这个小小的模型 要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今天要正确地辨识出一段音乐的时候 事实上大脑可能会区分几个不同的路径在拆解 这个声音中特殊的讯息 这个声音的讯息可以被类化成是跟pitch有关 或是跟temporal的organization有关 而在pitch底下 你可能要区分出当这个pitch 有一个特定的曲调 tonal 或者是它的时间之间的间隔 interval 是比如说一秒钟或十秒钟 以及counter 就是在这整个变化的类型上 是个动态的过程 他们如何被接收到 以及当今天这个music perception 牵涉到跟emotional有关的情况 比如说 你听到是一个很悲伤的曲调 你即使在每个音色上 你都知道这个音所在的位置 它听起来就是悲伤的 让你觉得很想哭的 所以它其实就有触接到跟emotional response 相关的脑区 所以它们之间事实上有些连结 是跟其他的认知能力 比如说注意力或空间 还有情绪是互相连结的 所以从这个model 你就会知道music perception 这个领域有多么难研究 因为你要实验设计 你必须把它拆成 不同的面向一个个的研究 可是当你今天一个一个拆开了研究之后 你就很难组成一个整体了 因为你看的是音乐知觉的一小部分 所以现在这个研究内容 被提出来之后 有很多的研究证据支持或不支持 我等一下会提出几个例子 跟大家看一下 但是至少在课本 提供了这个model告诉你 如果你想要尝试的做music perception 或是music cognition 这个model是你可以先去测试的第一步 比如说 是不是有所谓的大脑的皮质区域 是处理所谓的pitch 跟temporal的information 而它们之间又有各种 各式各样新的类别 是有不同的神经路线去处理它 所以我先给各位看一个初浅的研究内容是跟音乐的学习有关 也就是说让我今天的日常生活的听觉输入如果一直在浸泡在一个音乐的环境当中 它对你大脑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有一个直觉的想法是 那它对于声音的区别力应该比较高吧 或者是它对于情感东西的区别能力会比较高 所以这是一个初浅的概念 但是在这篇2003年发表在Jone of Neuroscience的文章 想要知道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家 而这音乐家又分成两类 一个是你是一个职业的音乐家 你的生活的收入是靠你的音乐演奏 以及你是一个业余的音乐家 就是你是在大学里面社团 以及第三 三组是完全都没有学过音乐训练的人 所以他们很粗浅的想要知道音乐对这个人的大脑 整体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这篇文章事实上就找了职业音乐家跟业余的 还有非音乐家 所以它仔细的区别出他们的 比如说他们的智商的分数 这三组事实上的智商分数都是属于中上的 120 122跟118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差异 所以对于IQ来说 如果你是超过110分 你基本上可以被归类为是 你大概赢过这个族群50到60%的人 也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落在平均是100的这个区间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音乐家 事实上对于在IQ上面是有一个分数比较高的情况 那他们先做一个控制 表示等一下看到大脑的结构差异 并不是因为他的智商的差异所造成的干扰 以及他们去仔细的看他们每天练习的时间 仔细看一下每天练习几个小时 有两小时的跟1.2小时的 以及做了一个公式的计算 他们在某个强度上面 的确职业的音乐家事实上在这个数值上面大概是40分 那业余的音乐家是18分左右 那当然你如果没有玩音乐的人 你当然是没有任何的分数 所以他们用这个指标来 等一下来做分析的时候就可以作为一个分组的参考 这个是他们做的结构 结构就是我今天请这三组人 进入到MIS scanner里面去扫描它高解析度的大脑影像 所以我可以看到它的灰值跟它的白值 然后经由某些医学影像的计算 去看一下在这三组人之间 如果今天我认为音乐家的大脑皮质区域 因为它有比较多的音乐的输入或音乐练习 它的大脑体积应该比特定的区域会比一般人来得大 那我就假设直阅音乐家一定有某些跟大脑音乐知觉有关的区域 会比业余的音乐家来得大 那业余的音乐家又会比不学音乐的人一般人来得大 所以这个图展现了三个很重要的区域 是让各位知道 如果你是一个学音乐当作为一个专长的人 你是让在这些区域的结构上跟功能上都会比一般人来得好 红色的区域代表是他们经过统计分析之后 有显著性的是职业的音乐家 在这个区域的大脑皮质区域的体积 比起业余的音乐家来得大 也比一般没有学过音乐的人来得大 所以红色颜色越亮 越靠近黄色的 表示这个区域的统计 跨过这个统计值越高 可信度就越高 所以有三个脑区 一个是left precentral gyros 所以这个区域很明显的是 你的左脑的运动皮质区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一个弹钢琴的 或是一个拉小提琴的 或是弹吉他的 你的右手的运动皮质区音乐长期的练习 它这个区域变大 是一个很合理的推论 以及再来是right superior priorito cortex 这个区域我们一般认为是跟注意力 或是空间的感觉有关 但是现在这个区域也被发现到 跟你是不是有一个音乐的专长 有很高度的相关 这个区域如果你是职业的音乐家 你的大脑皮质体积的大小 会比一般人来得大 以及在左边的hacial gyrus 这个区域很靠近听觉皮质区 被认为是一个secondary的auditory cortex 也就是它是处理听觉的某些特殊的物理特征的区域 所以这个区域在左脑 不是右脑 是左脑职业音乐家也比一般人来得大很多 所以这个图在很快的将这样的结果 做一个小型的统计分析 当我们把这三个区域 precentral gyrus 然后那个hacial gyrus 跟 superior priorito cortex 分成三组 所以它的纵轴是 这个区域大脑体积的大小 所以越高表示这个地区的体积越大 所以三组人分别是白色是非音乐家 灰色是业余的音乐家 黑灰色是职业的音乐家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三个区域 黑色的体积都比三组人都还来大 但如果你是业余的 事实上因为你的练习比较多次 所以你的precentral gyrus 这个右脑的运动皮质区的体积 事实上也跟职业的音乐家也不相上下 可是在一般跟音乐知觉有关的区域 你的比例事实上还比较低 你的体积事实上远远的低于职业的音乐家 所以学音乐看来是有一点好处 是大脑特定的音乐知觉的区域是有一些变化 这是一个很早期的证据 所以有个很小的短片 要跟大家说你到底学习一项乐器 因为各位我们都已经到一个年纪 不太可能变职业音乐家了 所以所能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 学一个新的乐器 看看哪一天能不能变成业余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刚刚那个结构上面的研究之外 有哪些已经知道的事情 跟大脑科学有关 告诉你 你学乐器 无论早晚 不论是现在或是你老了 或者是年轻的时候 它实际上都会有帮助的 对你的大脑的运作功能 所以我接下来跟各位说 实际上有一个神经的疾病叫做 Amusia 就是音乐失认症 如果我们将我们之前提到的 视觉失认症 然后失忆症 你可以用音乐失认症来 说明这个疾病 它是只是一个在听觉系统 就是在视觉本身 完全没有任何良策的方式 一个听觉的Agnosia Agnosia就是完全都没有办法辨别的一个能力 但是指只有在Music Perception 也就是说它可以听得懂人话 听得懂狗叫的声音 跟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是不同的 但它没有办法感觉到Music之间的美妙 它事实上 在这个类别里面分为两种 一个叫Aquired Amusia 指的是它是一个脑伤所造成的结果 这个问题当然比较可能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大脑的处理 对音乐的知觉 可能是刚刚影片中所说的一群的 或是一些神经网络的连结 你受伤某个特定的区域 可能会造成这个连结之间的 线路之间是没有效率的 但是我们其实比较关心的是这一个 叫Canjento Amusia 这个能力事实上是 在出生之后就有的 所以我们会认为它可能跟家庭遗传 或基因的调节是有关系 那这个就让大家觉得蛮疑惑的 就是刚开始我试试的跟各位说 音乐这件事情在生物演化的路上 究竟有没有它存在的必要 那如果没有 为什么会有Canjento Amusia 这个音乐失认症的类别 因为如果你出生的时候 带了一个特定的基因型 跟这个音乐失认症有关 它在生物演化上的意义又是什么 但是我们到目前还没有确定 Amusia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基因型 是调控了这样子的音乐知觉能力 但是很多人的确在出生之后 就没有那个辨别 不同的音乐类型的 或是不同音乐内容的能力 我们通过叫Tone Daphnis 就是它其实并不是聋了 而是在听到不同的tone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区别出这间的差别 所以它事实上影响的大部分是Pitch 以及Melody 然后它对于Music Memory跟Recognition 也有一点点的内容 比如它如果之前曾经学过 某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 它藉由这个音乐的Q作为是一个提取的线索 它事实还是没办法把之前那个记忆给回忆出来 所以只要是跟音乐有关的内容 它事实都没办法在听觉这个面向 得到一个全面的认知功能的展现 而且它也没办法区分出不同的Rhythm 就是不同的曲调还有Melody 它可能你给它两段不同的古典音乐 一般人都听得很清楚说 这两个不一样嘛 它怎么听到就觉得这两个好像差不多 没有什么的差异 以及它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一段音乐后面所给你的那个悲伤的情绪 或快乐的情绪 所以对它来说音乐的就是一连串 没有意义的音符呈现而已 后面音符所带来的情绪感动 是没有办法跟着连接起来的 所以它对于它来说 这种病人它生活中音乐 对它来说根本就是一个饥肋 它完全没有任何记忆的 然后情绪的表达 是完全空白 所以它对于区别这个声音本身的能力 也是比一般人来的差 甚至是没有的 所以这样子的疾病 事实上是有一些大脑的原因的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在你右脑 特别是frontal temporal network 这个区域的体积 这些人事实上是显著性的 比一般人来的少很多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大脑感知音乐的硬体 它在某些应该要有出现功能的区域 事实上是弱化 所以这两个区域 一个是右边的inferial gyros 这个区域你也可以说是 右脑的broker area 你记得左边的inferial frontal gyros 事实上是语言产出 或是语言表达一个很重要的区域 是由broker这个医生所发现的 但是对音乐来说 同样的IFG的区域在右脑 如果是体积比较少的 对于音乐的知觉的能力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个图上告诉你的是 当横轴是这个我们测量出一个音乐的 听到这个音乐能不能区别这个曲调的能力 有一个score这个分数 它就变成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 那在黑色的点点是被定义为是音乐失认症的病人 白色的圈圈是正常人 所以如果你是音乐失认症的病人 你在这个分数上 Global musical score的分数上都是一个比较低的 所以它们落在你的左手边 那这个一般正常人的分数当然是一般正常 比较高的就落在右手边 所以这条斜线指出 当你今天在右边的inferior temporal gyrus 是一个体积比较萎缩的情况下 你有比较高的比例是一个音乐失认症的病人或患者 同样的区域也在右边的superior temporal gyrus 这个区域非常非常靠近你的听觉P字区 所以听觉P字区也展现出一样的结果 你的纵轴是这个区域体积的大小 横轴是刚刚那个musical score的分数 如果你是音乐失认症的患者 你事实上分数比较低之外 这个区域的体积也是一个显著比较差的情况 它是codical sickness residue 指的是另外一个变相 告诉你这区域的体积事实上是比较差的 所以有一些生理症语指出 音乐失认症的患者 可能是先天也可能是后天的环境造成 这个大脑P字体积没有发育成原来一般人的情况 所以导致它对音乐的知觉是比较差的 甚至可以被归为是个疾病 所以我有一个小型的补充资料 它是科学院有一个神经科学的文章 叫大脑怎么听音乐 这个文章讨论的一些内容是从人类学 跨到生物 然后跨到大脑P字的研究 是一个可读性蛮高的一篇文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